我們用了大疆的如影4D拍了一個短片 等一下就會播放這一條影片 希望大家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能夠專注一點點 因為只有四分鐘長 播完影片之後我們還會有一點點的講解 OK? Let's go!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以後再搞定這個影片 你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嗎? 老實說你跳舞像一個小偷 我的師父需要你管 不需要我管是嗎? 你知道你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嗎? 一天到晚在拍這些鬼視頻 怎樣?想成為網紅?想成為明星來養活自己嗎? 什麼網紅明星?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想做的事情 我確實不了解 拍這些鬼東西有什麼意義? 不就是為了想活嗎? 那你呢?你又有什麼資格來罵我? 之前說去創業 但是遇到事情就只會逃避 所以現在呢? 三十歲了 你看看你自己在幹些什麼 好,行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不管了 自己選擇的路自己要走完 從零到現在 為什麼不堅持下去? 那算什麼? 那算什麼? 不就是跟著音樂動兩下的視頻嗎? 你沒想過這些你不在乎的動作 或許正在激勵著很多跟你一樣的人 別把拍視頻說得那麼偉大 別忘了那些跟你有同樣夢想的人 他們在看著 或許你比你想像中的要更加好 好嗎? 好嗎? 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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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身后的这台机制 我们把它搬过来 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台机制的 但我们一直却没有感觉 我们拿上手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拥有这东西了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而且它不是重点 重点还是我们拿它拍了什么东西 这个才是最重要 说的我们好像很伟大 就是还行吧 还行 低调低调 很有艺术精神 首先这个开场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 第一个镜头是横摇 从一个物体到另外一个物体 第二个出现的是一个手机 然后正在拍抖音 抖音里面还有个人物正在跳舞 已经很能够把人物交代的差不多了 直到女生出来的第一句台词 我觉得是很好地去交代了人物在干嘛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先其实看到 我先摇下来是给到一个他们的正楼手机 抬起来之后 我希望人物B的一个亮相 就是一个中间景或者一个特写 因为他的第一句话是特别有冲击力 就冲突感特别强 这一句话的台词就是 老师说你跳舞像个小偷 源自于这个女生真实的生活里面 就被老师骂过 这是原话 这种镜头的调度或者是运镜 其实特别特别的细微 就很简单的一个tue up 其实tue up本身可能没有太多意义 但是前后它是有镜头语言在的 其实在一镜到底里面 我们有很多个东西是测试了很久的 尤其是在中间的一场对话戏里面 其中有一个演员就是不怎么专业的 然后他台词也不怎么好 所以我们就在当中 其实有做很多的一样的调度 去将就这位演员 我们当时讨论的是那幕戏的灵感 是想用鸟人爸爸和女儿之间 吵架的那个灵感 但最后发现确实不适合我们这个故事 因为鸟人中间那个吵架 它就是纯粹这样配的 而且特别考验你的台词和表演 尤其是表情 什么意思 就是表情 没有啊 没有我替我朋友说了 就是他 我就是说 你就是说我朋友不好 没有啊 他挺好的 而何老师加入了之后 就是增加了一个调度 就是其中一位男演员 就是从一个货柜走到另一个货柜 这个简单的调度 其实不会说失去了真实 但反而让这个画面更加的有动态感 就是因为我们在争吵的潮下 其实是一个矛盾冲突的一个时候 那么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像一个轴线的变化 这样会显得我们的这个画面上 冲突的层次会更明显一点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回来的时候 有个前景滑过 这样光从画面的美感上来说 从前景滑过一个东西也是特别好看的 因为你一直有东西在动 有东西在看 他们两个像是站在了两边 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个距离的 他们不是为了吵架而吵架 所以现在呢 30岁了 待会儿会看到他要往工厂门口走 这样我退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是有空间往后退 并且可以很好把握好这个构图的 就其实我们每一个调度 每一步每个位置都是算好的 不能多也不能少 画面信息元素是特别特别多 如果你仔细解读一下会发现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这是我们前半部分偏向于真实的部分 而到了后半部分 就是从女孩站在那个仓库门口开始 比如说故事开始去转化了 就是转化成了比较有戏剧化 最后选中的那一条是非常非常的巧的 就是刚好女孩子脸上的那个车灯 不是我们打的 对那是很自然的一个车 刚好就是开过了 然后从那一幕开始呢 就是一个偏向于戏剧化的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比较电影化的 或者是舞台化的一些移动 比如说推进 其实推进还是比较有加速度的那种推进 然后呢快速的pad 然后呢再快速的推进 然后再到后面的围绕着女孩子旋转 再到相机升起来 这些都是非肉眼平时看到的一个运镜 就是说其实刚开始看到的那些画面 都是等同于我们模拟我们的眼睛的一些运镜 也不是说不能接触到就是你肉眼经常在生活里会比较少这么去看东西 会突然快速的靠近一个人 这样子 然后这样这样会很奇怪 对你也不会围绕着你转一圈 对 你也不会升起来 所以这一种运镜就是我们是故意去设计了之后让它会更加的戏剧化 对所以我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影片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分享到为什么这东西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就一键三连发大家 OK 那是 Peace 我觉得我们最后说一下吧 这台机子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 就是如果我们是拍TVC的 或者是我们是大学生想拍故事片的 又或者是我们业余爱好是为了收集的 什么叫收集 就是买回来摆的 我也想做这样的人 首先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各个小团队 而且是想拍叙事片的 我觉得个人觉得TVC的团队可能未必是真的适合 因为他们有另外一套的流程 而且那套流程还属于比较成熟的 如果你要突然间换这个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 你没必要为了这个Z轴去做一些协定 对因为如果我们要去拍TVC 我们就上小诗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真的要这种运动的话 而且也很少有这种运动 大部分情况下拍广告你真的用轨道会更稳一点点 也不是说这东西不管就是轨道真的不一样 对会替代不了的 虽然说它也可以平民 但是它还是不能替代轨道 也不能替代斯坦林康斯 真是拍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它是一个新的电影语言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更适合小团队或者是中小团队 想讲故事的人想拍故事的人 你是真的有创作欲望的人 创作欲望这个件事情指的不一定是叙事片 任何类型的 对 包括你想拍纪录片 你想拍一些全新概念的东西 包括拍综艺 对我觉得很适合中业就是抱着就跑 有一些 对吧 这个就是抱着就跑 抱起来就跑掉 我可以 或者 录一个Vlog Vlog 我觉得 也不是不行 没有不行 你别说重 那是你不够大 大支 你不够强壮 哇 不要抖啊 只要你足够强壮 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呢 别这么矫情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厉害的一个点 就是让我们真的很少去提起他 他没有给我们造成问题 因为用他可以沉浸在所有的创作里面 所以我们讲的都是跟创作有关的东西 我不会说啊 我这里要铺个轨道啊 我那边我要来一个升降机 我要来一个大热壁 什么人要来这个 我们会这样做 那么不想用他